谢尔巴科娃、特鲁索娃和瓦利耶娃这三名美少女是各有特点,但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实力都是属于顶尖的。 在当今女子花华的领域,她们已经是最顶级的存在了。 如今,北京冬奥会已经结束了,这三名美少女也已经返回了俄罗斯。 实际上,不少中国的网友还是有些遗憾的,毕竟她们待在中国的时间太少了。 不过让国内的粉丝们感到高兴的是,在北京冬奥会上,留有遗憾的特鲁索娃已经正式发声,狂赞中国,并且表示自己想要尽快回到中国,并点名了两个想要去的地方。 提到特鲁索娃,相信大家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。 她在女子花样滑冰这个项目上,其比赛中的难度应该是最高的。 而在北京冬奥会上,不管是在短节目还是自由滑的比赛当中,特鲁索娃都给全世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 在自由滑的比赛当中,她的难度系数是全场最高的。 但是有些可惜的是,可能是艺术感染性还不太够,特鲁索娃最终只获得了银牌。 金牌由自己的队友,另一位花花美少女,谢尔·巴科娃获得。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特鲁索娃一度的情绪崩溃,哭得梨花带雨般让人心疼。 很显然,特鲁索娃为自己感到不平,毕竟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,表现也这么好,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 正如她所言,你们都有金牌,就她没有,确实是的,北京冬奥会对于特鲁索娃来说是有遗憾的。 不过除了在这方面留有遗憾外,特鲁索娃对于举办国中国非常有好感。 在回到俄罗斯不久后,她就无比的想念中国,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中国来。 回到俄罗斯后,情绪已经稳定下来的特鲁索娃,在谈到中国时,她开始了花式的称赞, 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了不起的国家,并且她还很感谢在北京冬奥会期间,大家对她的支持。 随后,她还正式表态,说出了自己完全有理由再回到中国的原因。 我想去中国的狗狗收容所,还想看大熊猫,但都没有成行,所以我有理由回来。 从特鲁索娃的话里,我们可以看到,她点明了回到中国后要去的两个地方, 一个是狗狗收容所,一个是大熊猫基地。 特鲁索娃喜欢狗狗是出了名的,在回到俄罗斯后,她甚至还带着自己的狗狗一起出席了颁奖典礼。 至于大熊猫,相信她也是通过冰敦敦这个冬奥会最大的顶流来熟悉的。 冰敦敦的走红,她的原型熊猫也跟着让很多人感到好奇。 特鲁索娃就是其中的一位,她没有看到大熊猫,所以她表示,如果回到中国,她就是想要看到大熊猫的基地。 当然,除了特鲁索娃,其他的两位花花美少女同样对中国充满了感情。 谢尔巴克娃回国后,就曾经专门发长文感谢中国,感谢中国的粉丝对她的支持。 我要感谢所有的粉丝,尤其是中国的粉丝,谢谢你们的热情。 瓦尼耶娃同样也对中国充满感恩,她在个人动态里的发声充满了中国元素,不仅将定位定位在了北京, 而且还专门配上自己手捧金敦敦的相片,用中文写下谢谢两字。